快 祈奏万岁 辽国以韩昌为元帅 统兵十万 来本三官 这不是已经讲和了吗 祈奏陛下 燕门关守将由六百里紧急军贴送到 想 万岁 辽邦前部先行 萧天左已到燕门关 离关无礼 扎下大寨 高庭 这如何处置啊 陛下稍候 王大人 三官守居现有多少地方 不足三千 君勿为何如此费时 三官守将孟良交赞 因杨六郎之事造反了 为何不增派丁马 我与辽国已经讲和了 陛下 朝中谁人还可挂帅遗敌 启奏陛下 臣愿挂帅 老王爷年事已高 屈老弱之君入虎狼之阵 陛下也于心不忍 何况于事无补 连破未老 黄中游见 陛下 如今敌强我弱 辽邦无非是为钱财而来 只要许小丽再以兄称之 必然退兵 什么 让我管他叫哥哥 诈没打 你就认输你 陛下 有一人可退敌兵 谁啊 快选他上殿 辽邦最怕的是谁 杨六郎 有他镇守三官 辽邦从不敢来 人都死了 说这个干什么 谁知道他们反复无常 陈有一计可退敌兵 郭爱卿 有何计啊 此事不能说破 臣请陛下到天波阳府去借一样宝物 自可退兵 准走 随着后宫更衣 白嫁白嫁 王大人就不必去 不必去 就是你就别去招惹人家了 你再去把球队抓一抓 告诉你比赛千万不能输 他们虽然暗害阵 但这宽宽大量 咱们天朝得有天朝的气度 再说了 比赛越是踢得好 敌人越是不知道咱们的底线 走